我们上一次介绍了平行版坡岛 在坡岛里面可以传递TEM Wave TEM Wave跟TE Wave 我们上次讲TM Wave 它要传达TM Wave 那我们今天很快地把这个在做一个复习 这就是平行版坡岛 这上面的岛体 这下面的岛体 这个方向是X轴 这个方向是Y轴 Z轴就是坡传递的方向 那么Y方向的两个平行版距离是B B远 那我们现在讲TM Wave TM Wave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传播的坡 它的磁场 磁场仅有横向分量 也就是说它只有横向分量 那么Z是它的纵向分量 所以就是零 但是电场会有纵向分量 那么再来我们看 因为它这个X边是无线长 没有边界 所以说它这个坡 跟X方向的坐标没有关系 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设定 纵向的电场方向 因为这个不等于零 它是等于1Z0Y 这就是在横接面上面的量 那这个就是传播的方向的量 那么我们假定它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它 我们看这个样子就知道 它原先是一个 我们原先是假定它 是Time Harmonic Form 那么现在这里的只有Space Part 你现在要解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由这个微分方程来解 这个微分方程 那在这个微分方程里面 我们把EZ带进去 EZ带进去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量 它这里微分子对Y微分 所以它还在 所以这个量就消掉了 那么只剩下 横接面方向的坐标 那这个是一个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solution呢 就是这种形态 是A一个constant 是Sine的HY 那这个呢 也是它的解 就是B乘上cosHY 那么因此这两个 加起来也是它的解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决定 这两个解 A跟B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我们就要配合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这边这条件各位要记住 它这个Z是纵向的方向 电场纵向的方向 那么在Y等于零 这个地方 电场是跟这个表面平行的 那么我们知道 电场的这个平行分量 在边界条件上是连续的 就是说 这个接电子里面的波 跟导体里面的波 是相连续的 我们知道这是perfect 我们假定它是perfect conductor 里面没有电场 因此外面的这个电场 必须是零 必须是零 也就是说 EZ在Y等于零的时候 要等于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写出来 Y等于零 这项就不见了 那么这个就是E 那就是B等于零 然后在Y等于B的地方 EZ也等于零 我们把这个 现在只剩下这一项 Y等于B带进去 这个等于零 A乘Sine HB等于零 A不会等于零 那么一定是Sine HB 这个横等于零 这个如果要横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HB 那就是HB 必须是Pi的整倍数 那应该是N 要等于一二三 一二三 零的话 再进去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二三 好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EZ 零 Y 它是等于AN Sine N Pi Y over B 乘算Y 我们就解除 在这个里头传播的波 它的纵向的 也就是Z方向的分量 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边界条件 各位要记住 电场的切线分量 在导体的表面 要等于零 等于零 OK 好 这要记住 因为导体表面的电场 都是跟表体 跟导体表面垂直 所以这个电场 切线分量就是 就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是只有垂直分量 这个要牢牢记住 就是说在导体表面 电场的切线分量 一定等于零 OK 好 我们就 就说 好 这个 整个 这个 波的 Z分量 整个波的Z分量 它包括 包括 横界面的坐标 跟它传播方向的坐标 Z 是等于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假定 一开始就假定是这个 对不对 现在这个解出来了 它是等于这个 好 但是在这个里头呢 在AN到底是什么 AN是什么 但N应该是什么 N就是123456 我们知道 那这个AN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把 我们先 先说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 位置数 AN 摆在这里 好 现在你知道这个Z分量了 那这个里头的 电场呢 有三个分量 H场也有三个分量 那H场的Z分量 等于零 已经知道 电场的Z分量 是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一项 那另外还有 两个分量 还有四个分量 电场的两个分量 跟H场的两个分量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带到10 带去19 去解 去解 好 这是我们解出来的 这个是当初 就知道它是TM wave 所以这个等于零 好 HX 等于这个 我说过你这个 这四个式子 要花一点时间去 G 因为HZ等于零 所以它现在 只有一个EZ零 好 你把这个对Y 做偏微分 它就变成这个 这是cos N pi over B 好 那么N pi over B 就等于H 所以可以约到一个 所以就是G omega H AN 乘上cos 这个 这个是H的X分量 EY分量是这个 你把这个 式子带到这里来 也是对Y做偏微分 对Y做偏微分 那么同样的 你微分了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三微分变成cos 于是 这一下 EY就是这个 这个字 这是γ值 这个γ我们加一个 下标 叫TM 就是说 TM mode的时候 它的传播长数 HY 是这个值 partial EZ Y partial X 因为这里头只有 它的变数只有Y 没有X 所以就是0了 还有EY 它是等于这个 这一项也等于0 因为它这里头 也没有X 所以 在TM mode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里头的 这个 六个分量 1 2 3 4 5 6 六个分量里面 只有三个分量 不等于0 这个分量 HX HY 不等于0 那么这个是我们直接带到那四个式子里面 我说一定要记起来 那也可以用圈这本书上面的这个式子来求 这个式子来求 这个就是TM wave 它的transverse方向的电场 它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del 就是AX partial X partial over partial X 再加 AY partial over partial Y 它都是partial EZ0 那我们就把这个EZ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十的二十六式 那我们又到处来过 那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把EZ0 带进去 做一个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derivative 因为这里partial EZ0 over partial X 这个是0的 因为它里头是含有Y 所以它只有这一项 就是partial EZ0 over partial Y 那这一part 做partial derivative 它会有 它就 就是这个值 我们 大家自己来 好 这个 我一分就有个N pi over B拿出来 跟这个地方的H 其实可以约到一个 这个地方应该只有H 没有这个H平方 因为H 这个H跟这个N pi over B 因为 微分一次 这个常数拿出来 这个没有 就是H分子这个 那这个就是 transfer 的这个ET 它这个 只有Y方向 有没有 只有Y方向 所以这就是EY 所以E0Y E0Y 我们把 再这样 E0Y等于EZ 把它 微分一下 这是0 因为它里头不含有X EY0 那就是这个对Y 做偏微分 这偏微分 那N pi over B 一个常数提出来 跟这个约掉了 就是这个值 我们就得到 EX0 EY0 这两个 求出来了 那另外还有两个 HY跟HX 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十字带 这个十字 这就是它的 Wave Impedance 你知道 你知道EX0 可以求HY 知道EY0 可以求HX 那我们先求这个 这个就等于 把这个 撑过来 然后这个 EY0 带进来 带进来 然后这个约一约 就变成这个 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一项呢 因为EX0 是0 所以呢 这个也是0了 所以 另外四个 我们就这样子 得出来了 得出来了 那就是说 TM Wave 里面的 传播的波 它有六个分量 我们现在 通通知道了 那它的传播常数 γ 是等于这个字 那这个H 就是等于 Nπ over B 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那接子频率 就是当这个 等于0的时候 这个频率 Omega等于Omega C 这个等于0的时候 Omega C就等于 这个值 它是Omega C 等于2πFC 我们就把这个FC 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它跟N有关系 N等于1的时候 跟N等于2的时候 不一样 那于是我们就说 你Cut-off Frequency 也是跟N有关系 N有关系 那就是N等于1 2 3 这时候不一样 那这个N 这个就是 TM Wave 它的节子频率 节子频率 这要记起来 要记起来 它的TM1模式 就是N等于1的时候 你看 这个等于1 TM2模式 就是当N等于2的时候 TM3模式 就是当N等于3的时候 这个要记起来 它这个字跟T1 Wave 是一样的 一定要记起来 像这个关系是 我们在前面 通通导过 一般的式子 都可以用的 导过 当N等于0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 各位就记住 你就把里头的这个 FC 就是我刚刚写的那个 需要的时候 就把它带进去 或者FC of F 你就可以求出来 等于多少 它N等于0的时候 TM0 因为EZ0是等于这个东西 这个要记 这个要记 就是说TM Wave HZ0 Y等于0 它只有一个EZ0存在 然后由这个 我们再另外导出 其他的四个分量 这个最基本的 应该要记住 因为它是什么 TM Mode TM Mode的话 它电场 EZ不等于0 EZ在这个 导体 就是说 其他的 就是跟X平行的 左右两个面 跟上下两个面 跟Y平行的 它都是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我们知道 在表面的时候 切线分量等于0 所以这个是等于上下 Y等于0跟B的时候 Y等于0 T也等于0 Y等于B 这也要等于B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必须是Sine 这要帮助 各位记住 好 在这个时候 N等于0的时候 因为这个也等于0了 六个式子里面 这前面两个都是0 HZ也是0 这个也是0 只有横向的这个 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它只有三个不等于0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现在这个也等于0了 就剩下这两个 剩下这两个横向的电场存在 那这两个都是横向 那这两个都是横向 磁场也是横向 电场也是横向 都是横向 所以 PM0模式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TEM wave 因为HZ跟电场 通通只有横向的分量 只有横向的分量 所以这个就是TEM wave Electric magnetic wave 所以这个FC0 Cut-out frequency N等于0的时候 它不是TEM wave 它是TEM wave 所以我们刚刚说 TEM wave的N 是从1开始 1 2 3 4 5 6 所以它阶值频率 最低值 最低的模式 阶值频率 最低的模式 一般都叫做 这种波 这种模式的 主要模式 Dominant mode 也叫做基模 也叫做它的基本模 那么TEM wave的 就是TM0 TM0它的模式 就是TEM wave 所以平行板 破岛的主要模式 是TEM mode TEM mode 这个要稍微记一下 以上我们是 稍微做一个复习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 写出平行板破岛 TM1 mode的瞬间表示 是 汇出YZ平面上 电力线跟磁力线 我们先看这个 TM1 mode 你要写瞬间表示 它就是除了 XYZ三个座标之外 它还有时间的模式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它的 向量模式写出来 TEM wave 我们先把它的横切面的 这个都写出来 我们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知道的就是HZ等于零 EZ 这个等于这个字 OK 这要记一下 因为它TM wave 磁场就 transverse component 所以Z component 没有 那这个component 它在Y这个导体 Y等于零跟Y等于B的导体 都是切线方向 所以在导体表面它是零 因此这个是sin 这是我们计它的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样子 它各分量的向量是 HZ是零了 EZ是这个 EY0 就带这个式子 你每一个式子这个都记 记不了 记不了那么长 就是每一个这个都要记 记不了那么长 我们把这个四个固定的这个 记起来 然后这个带进去 做微分就是 HX是等于这个字 你把EZ带进来 微分一下 就变成这一项 HY partial Z over partial X 是零 因为里头不含有X 那我们看EX 是等于这个字 它里也是零 因为 EZ里头只含有Y坐标 所以对X坐片分也是零 就这三个 不是零 这是什么 横坐标 横向的坐标 好 那么我们看它的瞬间是 瞬间是 是这个整数 有Y Z T Y就是它横界面上 只有Y坐标 然后这个是纵向的 是时间坐标 我们就把Y方向的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纵向的就是Exponential Fu Gamma Z 时间 J 时间部分 J 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就是你把这个 要乘上这个 这才是Space part Space part OK 那么这个 取时数 我们把它取时数 这个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对不对 EZ0 这个 取时数 那就这两个合并起来 取扩刷 因为前面都是时数 EY 也是一样 你这个地方用EY0 再乘上Exponential Fu Gamma Z 这才是它的Space part 再乘上这个 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取时数 那这个我们求出来了 是这个东西 你把它带进去 好 现在 你要怎么取呢 因为这个Gamma 它是等于Jβ 它有一个J了 有一个J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 Gamma也用Jβ 所以这两个合并以后 那取时数 就是变成Sine 它是J Sine Omega T 减Beta Z 那J乘J 负1 乘负的 正的 这个也是一样 你把HX HX 乘上这一项 再乘这个 我们已经把Gamma 就变成了这个 OK Jβ 那这个取时数 因为这里有个J 所以你还是要取Sine 取Sine 那么 只有三个位 不为0的数 就是这三个 它其中这个Beta 记住它是等于 这个值 我们现在要看这个 YZ平面上面 YZ 就是说你从这个侧面来看 这个波导 在T等于0这个时刻 我们要画出什么 电力线的方针 电力线的方针 我们在电磁学部分已经讲过 就是说电场 在电力线上任何一点的分量 比值 要跟那一点的位置 就是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的这个 这个位置 呈比例 我们画出图来就知道了 这是R 这是电力线 这个上面任何一点 这是电场 电场是在切线方向 那切线方向 就是DL的方向 你电场分成R分量 跟Theta分量 R分量跟Theta分量 那么这个DL 就是DR跟RDC的这个分量 因为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是相似三角形 所以它的对应边 呈比例 对应边呈比例 那我们就有E2 E2 B上这个 E2B上这个 要等于这一段 B上这一段 那这个关系就是这种关系 那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这个值 我们带进去 就是因为它是 在YZ平面 所以它切线 电场也是用EY EZ表示 EY EZ 那这个D呢 也是用DY DZ来表示 这两个笔字 我们先把这个写出来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EZ是这个值 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DY over DZ 那就等于EY ZT over EY Z 我们是令时间 只看它在某一瞬间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因为你时间 不是某一刻的话 它在震荡 你根本看不出来 好 我们说时刻等于0的时候 好 这个值里面 这个等于0 这就是没有了 那这就变成 前面都跟这个一样 后面就是sin 负贝塔Z 好 这个 十个等于0 cos负贝塔Z 就是等于cos正贝塔Z 那这个分子 跟分母 就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 贝塔B over Pi 提出来 A1约掉 这个比上这个 这个cos负贝塔Z 这个cos负贝塔Z 这个量 那我们就可以把 你看 这个是什么 cotangent PiY over B 这个是tangent的 贝塔B 贝塔BZ 这个就是什么 电力线的斜率 这电力线 你看电力线 斜率 斜率就是 这个跟水平角的正切函数 正切函数 就是水平角的正切函数 是等于这个 好 我们就把 PiY over B 这个项 放在这边 Sine BetaZ 这个放在这里 上面的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值呢 我们上面分母 分子可以写成 D 负D cos PiY over Z 这个可以变成负D 这个 就变成负 负负责正 D cos BetaZ 那这个分 这个值跟这个一样 所以这就变成Log 负Log cos PiY over B 这个就是Log cos BetaZ 这个是它的 积分以后的常数 这两项常数合并成为这个 好 我们可以把 这一项拿过来 变成加的 加的话就变成 这两个相乘 Log 这个相乘 那这个呢 也是变成Log 拿过去 我们就令它等于另外一个常数 叫C2 另外一个常数 这个就是电力线的方程式 这个是积分常数 电力线方程就是这个 Y是介于零跟B之间 就是下面这个导体皮面 跟上面这个导体皮面之间 时刻是在T等于零的时刻 好 磁力线的方程呢 因为磁场只有这一个 只有一个 电场有两个 两个分量 这只有一个 它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也是介于 Y是介于零跟B之间 时刻是T等于零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TM1MODE 它的电力线跟磁力线 画出来 就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实线是代表电力线 这个地方叉叉一个点 就是代表磁力线 你怎么画呢 比如说磁力线的方程 磁力线就是 电力线的方程是这个 你可以去画图看看 要不然我们就是怎么样 看邪律 DY over DZ 这是YZ平面 DY over DZ 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看这个Z 这个是βZ 的正切函数 当βZ 等于2分之π 2分之3π 这个是无穷大 就斜率是无穷大 你看 电力线 在这个地方的斜率 都是无穷大 当βZ 等于0或者π的时候 0或者π的时候 它的斜率 是0 斜率是0 斜率是0 这个我们 从这里可以看出 还有这个就是说 你看这个content y等于是y比3b y比3b是0的时候是无穷大 0的时候就是无穷大 这个等于0的时候是无穷大 这个等于2分之π的时候是无穷大 这个等于0的时候是无穷大 所以 π over B 等于0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你看这里无穷大 还有等于π的时候 就是y over b等于1的时候 就是负的无穷大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那就表示这个电力线的方向 是朝这一边 这个电力线的方向 是朝这一边 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点 各位要注意 你看 这一点 到这一点 正好是什么 半个破场 半个破场 就是说它在B的这个 y等于B的Y 两个导体板相差距离是B的时候 这个里头的电力线 有半个破场 有一个半破场 应该是说 有一个半破场 有一个半破场 这就是所谓的TM mode TM mode 那么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从这里 到这里 这是零 这个零 那么 这个到这里 这个是磁力线 磁力线 那么 这个地方 也是 有半个破场 那么 磁力线方向是这个 我们看这个就知道 HX 它是X Y Z 那X是朝那一边 X Y Z Side 在二分之π跟这个的时候 磁场是最大 你看 这个密集 最大 最大 然后 这个零的时候 就是零 零或者π的时候就是零 那这个正好是说 那这个正好是说 在Y方向 它有什么 有一个半破场 一个半破场 那么 Y方向 你看 Y Y over b等于零的时候 这是最大 Y over b 等于π的时候 最小 那就是说 它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合起来是 一个破包 那么 就是半个破场 半个破场 Y方向是半个破场 你看 Y方向 这个也是半个破场 一个半破场 这也是一个半破场 那这个N就是代表 在Y方向 有几个半破场 一个半破场 就是 T1M mode 如果 N等于2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个 有两个半破场 出来 这个是 TM1 mode的 电力线 跟磁力线 好 这个立体是要 我们证明 在平行满破岛中 传播的TM1 mode 可以看成是 两个平面波 在上下两个 导体平面之间 反复的 入射跟反射 就是 反复的反射 那 它的合成波 就是TM1 wave 我们看 EZ EZ是这个 HZ40 EZ就是这个 它现在包含着什么 界面的跟这个 纵向的 那么这个Sign B分子π乘上Y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二J 就是说这个 因为 这个Exponential 减到这个Exponential 是等于负的 等于正的 二J Sign 的这个值 所以它就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沉进去 这个沉进去 合并就变成这样子的 式子 这是Easy Easy 好 这就是上面的导体 Y等于B的 这是Y等于0的导体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第一项 是什么 第一项是 电子波 它的正幅是这个 电子波 朝正Z的方向 跟朝负Y的方向传播 第一项 OK 这是负的B 这是正的Y 第二项呢 它也是朝 正Z的方向传播 它也是朝 正Y的方向传播 所以 平均板中的 坡 就是 这两个坡的 合成 一个是这样子 朝这个方向传播的 一个就是朝 这个方向传播的 这两个坡 合成就变成 这个坡 所以它是 像这个坡 传到上面在导体 反射 到下面在导体 又反射 入射坡 等于反射坡 这样子反射 里头就有 朝这个方向传播的 又朝这个方向传播的坡 于是 都是朝 Y方向是由 朝这个方向传播 跟朝这个方向传播 它就变成 驻坡的形态 然后 Z方向传播的坡 就从这里 一路传过来 就是这一项 再来我们就令 这个东西 假如令它等于 EIO EIO就是说 入射坡 它的正符 称上cosθi 然后β1 sinθi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先讲这个 这等于β β1 3cθi 等于β β1 cosθi 等于这个值 把它带到 这个里头来 就是 我们从这里 就知道 你这个 β1 的平方 要等于 这个平方 加 加上β 我们先把这个 带进来再说 带进来 OK π y over b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 π over b 用β1 cosθi 来带 也是一样 这β1 cosθi 来带 这两个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里头的β 用这个带 用这个带 那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是什么式子 就是平面电磁波 以θi的斜向入射 与其反射波 合成的波 以θi的 这个入射 合成的波 那么我们 刚刚说过 你这两个平方 相加 就变成这个值 变成这个值 我们从这里 可以解出来 β等于这个值 你看β等于 这个值的话 β1带进去 这个就跟我们 a部分 我们刚刚是说 β等于这个值 β等于这个值 一样 cosθi cosθi 是等于这个 开平方 β1值 2π over lamina 这个是 波 在无限大介质里面 传波的一个 波数 变成这个值 这个合起来 变成这个值 这个lamina 就是无限 没有边界的 无耗损介质 表面的波长 就是这个 θi 就是等于这个值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